曾经以为那天天灾离自己的家乡很远很远 可是天有不测风雨 没有什么是绝对的 现在我只想珍惜所有 灾后第八天 因为地震受到惊吓的蔡小姐 双手合十 向往生的母亲报平安 或许创伤的恢复 仍有好长一段的时间要去努力 可是我知道花莲并不孤单 因为有这群背后在默默付出的志工大德们 因为租屋处的家具倒下 加上余震不断 让他担心的不敢回去 7号开始到慈激全球疗房避难 同是灾民的室友写心鼓励他 加上志工们热心的帮助 让他很感动 这几天以来就是 不管是志工还是其他人 就是大家都有默默的在关心 而且他们都不眠不休的就是在值班 早上还就是提供很 就是热腾腾的早餐给你们 我觉得真的很感谢他们 地震后慈激全球疗房立即启动收容灾民 已经累积安置将近900人 灾民一封勃勃的感谢信 却承载着满满的爱 觉得蛮感动的啦 因为我们做得一点点可以 可是他有这样子的一个回馈的一个部分 华联各收容中心的灾民已经开始陆续离开 小巨蛋及中华国小预计在14号上午10点 结束安置的服务 此期全球疗房则是12点 大约新闻江教育 邓明一 华联报道